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20周四 两市今天非常的惨烈 高开地走走出一根单阴线 那其实走到这里 昨天晚上非常多的一个利好 像中概股大涨 还有今天早盘A50 上攻到了1.5% 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 以及昨天出台的 鼓励民企发展的文件 还有就是汇率人民币 今天大幅的升值 在这种种种的利好之下 大卖依然走出了一根大阴线 就非常的诡异 从历史的经验看 大A熊市底部 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 就是任何的利好 都会被误解为利空 其实现在差不多就是这种时刻 包括像最近连续的地量 7000多亿的一个成交 那所以对于现在虽然下跌 但我们心里不要有任何的抵触 以及恐慌 下跌反而是一个机会 我们看一下上证之数 走到这里 我们之前说过 3418下来 3144不能构成一个最终的底部 而明天一旦下杂 到这个位置 不击穿一个小双底 击穿我们可以发现 日线MACD形成了二次的底背离 并且级别非常的大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反而已经进入了左侧开始买入的一个时期 不要因为大因线有所恐慌 日线底部结构 在上证历史上一年一般 也就一两次 有些年份甚至一次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时机 一定要抓住以及重视 你在这里 这个MACD的走势要 日线底部结构消失 那几乎不可能 对吧 要非常快速的往下 所以左侧开始进入一个买点区域 那买什么 今天非常强势的一个消费 其实对于这一块 个人认为只是利用 空当期的一个回抽 也就是被中央商场五连板作为一个带动 今天西安影视任任乐 这些都是上板 并且形成了一个板块的高潮 但是说消费能够带动指数往上 做一个强势的反弹 概率很低 暑气是消费的旺季 逻辑勉强能说过去 但持续性也就刚才说的 不好说了 中央商场一旦走出那种 今天是缩量的一字 明天一旦放量开板炸板 会引起相当大的一个板块内的恐慌 个人看来 只不过是无题材基建的一个资金在应酬 那买什么 我们还是可以关注 进击比较资金聚焦的方向 我们先来看一下机器人 机器人这个板块 一直看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也都知道 之前这样一个上升趋势的压制 高点连线的压制 在第一轮突破 八连羊突破回踩之后 走出一个强势的上升 在这里我们反复提示 是一个卖点 对吧 这个是 看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并且下来之后 我们说过 这里不存在往上走 反转的概率 而是横盘之后还要再下 下到哪里 回踩 上升趋势 高点连线的压制 那从今天这样一根阴线来看 明天 一个下探 是不是 就到位了 那在这样一根线上 去做低吸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模式 你不能买 只有一种 明天直接开盘在线下 对吧 那肯定不满 那现在距离那么大一个敞口 直接开在线下 这个概率有多低 所以明天关注机器人 特别是其实今天 我们已经可以发现 很多机器人个股 已经提前移动 大幅的上攻 包括像通力科技 20厘米掌停 中马传动 二连版已经启动 中马传动这些个股 我们也是在前期不断地说 本周一周二视频中都有讲过 当然今天的跳空超一级 本来以为在这样一根线后 还会有一个回踩的机会 今天不给回踩 直接强势地创出新高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新高 今天明天如果一旦盘中 有大幅的跳水 我们关注机器人指数 中马传动是否会 走出一根大长腿的三连版 激进的朋友 可以在跳水的时候 做一个低吸 当然直接上去的话 我们就去寻找其他标的 毕竟这样一个跳空突破 之后还会有回踩的机会 那如果对买卖点 把握不好的朋友 也可以用平时发朋友圈 或者跟亲友聊天的 搜古北大阪客 里面会有更详细的一些 个股分析讲解 关注就可以去看 另外一个方向 汽车 汽车类 这个走势 和我们预期的又是没有什么区别了吧 高点 30分钟顶部结构 调整三天 下来之后做一个反弹 反弹 叫大家卖出 连续的发视频提示 是吧 这里 逢高状态处 今天走一出一根中阴线 下来 下来距离下方缺口位 也就是我们需要的点位 又是已经非常近了 因此 到达之后 又是一个抄底的 但是这样一根阴线 你不一定一定要它反转 它可以下来之后 在下方做一个震荡 再起来 但是可以关注起来 踩到线 缺口上方一点 就可以做一个左侧 买入动作 那么这个板块 看哪个 一个重大汽车 一个浙江市保 个人倾向浙江市保 对吧 我们之前也错过 周一说 大幅中高 同样的连续提示卖出 那么昨天大阴线 今天其实走得非常强势 尾盘有一个跳水 今天在这样大盘的带动下 一个高开 高开震荡 盘中一直在震荡 尾盘下来 那我们一直说的 两个位置 一个16.5 一个16下方 这里做一个分式线 里面内部的一个回踩 没话 震荡之后 明天如果有跳水 左侧就做一个低息 已经差不多 又到位了 那么接下来 可以上下 做一门震荡之后 再往上 当然如果你要稳健 等待往上突破 这样一个下降趋势 再去买入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就个人来说 已经 不论大盘还是 这两个板块 再次进入了低息的区间 那当然 大盘指数要动 什么事 必须有权重发力 对吧 权重 我们最近 证券指数 这两天 我们可以看到周线 底部走出三连羊 周线三连羊 是 对相对于大盘指数来说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 本周目前走出一颗十字星 连大盘连续下杀 它是在锦线位 做一个横盘的震荡 进行强势 那板块中最强的是谁 首创证券 首创证券 最近我们可以发现 次行股长得非常的猛 对吧 非常多的次行股 都是突然莫名其妙 一个非常快速的拉伸 甚至连板 那么首创证券 在本周 大盘调整的情况下 在低位 连续堆出阳线之后 逆势放量 做一个拉伸 那可以发现 这里有一个 需要回财的点位 明天如果盘中有下探 大盘 无非明天 再走一根中阴线 下周起来 或者明天直接大长腿 那么都形成一个买点 就个人来说 明天甚至仓位会推到 八成以上 所以跟大家说这些 也是在大阴线上 不要太过于恐慌 其实已经非常多次了 在无论是之前AI下跌 还是大盘下跌的时候 我之所以会告诉大家 在下跌中 我第二天会买仓 也是给大家一个信心 这里不会 搜出一个连续的下下 相信一直看我视频的粉丝 应该也都比较信任 以及相信 这里不会让大家失望 包括体实人工智能 这个走势 之前快速下跌之后 走了一个震荡 震荡再往下 走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告诉大家 不是反转 那么还需要再下 再下 明天再往下探 新低不新低 双底都可以 再次做一个买点 但是人工智能 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里即便反弹 突破前面的一个颈线 还会有回彩 好 整体人工智能的 起来行情 应该在八月的下旬 为什么 一方面走势原因 这里我说过 三轮以上的震荡 并且再往下 做一个右空之后 才会起来 另外 八月 中报要出来 毕竟人工智能 今年第一年 业绩还没有体现 里面非常多个部 业绩还是 非常的差 那么要避一下 爆雷这个可能性 所以对于人工智能 如果没有的 我们如果要做 做一个短线套利 而中线 先不要做布局 其他没有什么 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 就会有点麻烦 就会有点费 就会有点贴 或者是 在某些 就会有点贴 有点贴 就会有点贴 就会有点贴 才会有点贴